美股大跌 但是价值股的春天是否来了 2022年的美股价值股有望以2001年以来最大的领先幅度击败成长股 多年以来美股价值股一直落后于成长股 大家知道 而今年这一情况将发生逆转了 看来是风水轮流转 价值股或许将迎来春天 在2022年的美股抛售中 几乎没有哪类股票可以幸免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价值股价值股 科技股的交易价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股票 表现要好于达多数股票 一些涨幅居前的价值股 如爱克森美孚 默克公司和莫尔森库尔斯饮料公司等 在今年初都取得了两位数的涨幅 同期标普500指数 你知道是下跌了18% 此外随着美联储激进加息 已遏制高通胀 在过去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推动美股上涨的大型科技股纷纷下跌了 全球第二大对冲基金的负责人 指出尽管近期价值股表现上涨 但与成长股相比仍然很便宜 大家听好仍然很便宜 他指出价值股相对便宜 未来在三到五年内 有着光明的未来和前进 2019年末将许多政策制度 很多行家也转向了价值股了 同时专业人士还表示 价值股可能正处于 长期跑赢大盘的早期阶段 截止到今年三月底 他指出目前的水平来看 他说我认为我们将迎来一个 价值股惊人的十年 尤其是最近的三到五年 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中心的数据 五月底罗素1000价值指数的 交易价格为未来12个月 预期收益的14.3倍 而罗素1000成长指数 同期市盈率为22.5倍 讲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罗素指数 它的核心要点 罗素指数是当前资本市场 覆盖面最广的指数 它是以美国市场为原始的基准 主要以关注美国的本土的上市公司 罗素指数是以市值加权平均为编制方法 是衡量小企业股价的最佳的工具之一 它主要指美国弗兰克罗素公司 于1984年推出的美国指数系列 其实下面包含很多个指数 其中的成长指数和价值指数 只是非常有名而已 那目前这个罗素美国指数 和罗素风格指数结合起来 已经覆盖了全球63个国家的约1万只股票 覆盖全球98%的可投资市场 根据国家地区行业规模等指标来细分 罗素指数旗下的分类指数数目超过了300只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罗素1000 罗素2000和罗素3000指数等等 那么这些指数和传统的美股三大指数 相比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它更能反映市场的全貌 具体来看它的三大特点 第一 罗素美国指数的核心是具有美国的国籍 罗素指数从诞生开始就以美国市场为原始基准 关注的也都是美国本土的上市公司 所以很方便我们喜欢朝美股的同学 第二点 罗素指数 它不以指数机构的主观判断为依据 而是严格遵守市值为判断标准 通过加权平均的方式决定股票在指数中的位置 是衡量小企业股价的最佳工具之一 而它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它是根据市场风格衍生出了罗素的价值指数 罗素的成长指数和罗素的防御指数 开始有覆盖全球各地的上市公司 而且它的学员风格有明显的差异 所以它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决定了它能够反映各类型公司的业绩基准 在全球范围内被众多的基金公司和金融机构 广泛采用最为参考基准 因此往往成为其指数挂钩产品的基础 包括各种指数基金 包括这些 那我们这么厉害的罗素价值指数 肯定的这些价值股的领先 代表着近年以来成长股 主导美股市场的情况发生了转变了 随着大量投资者涌入 承诺未来快速扩张的公司股票 价值股多年以来一直落后于成长股的 可是现在又轮到它们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2009年到2021年 罗素1000价值指数 仅在2012年和2016年 就炒过了罗素1000成长指数 而2020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也对价值股有为不利 同时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 接近零的水平来支撑经济 促使了投资者在高风险资产中 寻求回报 投资者纷纷转向从蓝筹科技公司 到不太成熟的科技企业股票 使得当年的成长指数 大涨了37% 而价值指数微涨了0.1% 然而今年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美联储开启了加息的周期 股市权限下跌 成长股另跌 不断标高的利率正在侵蚀其未来收益的价值 所以大家听好了 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 今年气质 罗素1000价值指数下跌了12% 而罗素1000成长指数大涨了25% 价值股创下了 自2002年以来的最大领先幅度 如果13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持续下去 价值股将创下自2001年以来的 最大领先幅度了 今年以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Facebook母公司Meta下跌了49% La Vida下跌了42% 亚马逊下跌了30% 而能源股却表现相反 成了今年标普500中唯一一个上涨的板块 包括艾克森美孚刚才提到这些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价值股 所以价值股的春天是否真的到来了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尔街周报 我是安琪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